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较于其他作者的创作生涯可能存在着多部知名作品 这名漫画家却贯彻时钟 仅仅靠着一部格斗运动漫画便连载了超过30年 在少年王道作品当道的大环境下 他笔下主角所追求的强大 并非所将披靡碾压一切的龙奥田 我是对于梦想的坚持与向往 创作出这部作品的漫画家就是 三船让刺 今天我们来聊聊他的故事 关东地区的东京都 为日本实际上的首都 除了是经济与政治要地外 也持续推动着众多体育项目的发展 例如2020年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便是在东京的国立竞技场举办 1966年的1月17号 东京都的足立区诞生了一名男孩 他便是本名森川长刺的森川让刺 跟大多数的漫画家一样 森川小时候很喜欢画画 不过其实最开始 森川想成为的不是漫画家 而是动画中的男主角 在森川四岁的时候 他看到了电视上播放的《哈里斯的旋风》 《哈里斯的旋风》改编自《千叶彻迷》所创作的同名漫画 讲述了不良少年石田国松 发挥了自己的运动天赋 并带领运动社团赢得比赛的故事 男主角石田国松行使冲动的热血男儿形象 瞬间入获了森川的芳心 让他直接变为脑粉 当时森川心中的未来志愿辨识 成为像石田国松一样的人 有趣的是 当时年纪尚小且天真猛有的森川 真的以为石田国松是实际存在的真实人物 所以经常会模仿他的行为及口头禅 直到某一天他去理髮店剪头发时 偶然发现了书架上《哈里斯的旋风》的漫画 即使视资量不够多 但基于对作品的喜爱 他依然认真的一本接着一本看 结果一整个下午都宅在理髮店看漫画 甚至都忘记要剪头发 而在阅读了漫画后 他才终于震惊地得知 原来石田国松是一个虚构的角色 这个冲击就像是原来世上没有圣诞老人一样 并且森川也意识到 这位名叫千叶侧迷的漫画家 居然能创作出如此厉害的人物及故事 对于森川而言 千叶侧迷就像是如同神一般的存在 原本对于偶像的崇拜情怀 就这样转移到了作者千叶侧迷身上 而为了更能贴近自己仰文的对象 他心中的志愿也改变了 那便是有朝一日也要成为一名漫画家 当然要成为一名漫画家 就是要让自己的漫画被看到 身为一个千叶侧迷的脑粉 森川毫不犹豫地将目标锁定在了 千叶侧迷的东家 周刊少年Magzy 并在国中三年级的毕业前夕 提交了自己的首部漫画作品 近时放映业界 15岁就提交作品 也算是相当早的年纪 想当然 对于年仅15岁的孩子来说 光是打电话给编辑部投稿作品 就足以让他紧张地屁屁抓 经过战战兢兢的通话后 森川顺利与对方约好时间 并带着原稿前往了编辑部 当时的他 绘制了一篇类似少女漫画的悲伤爱情故事 明明应该会让读者看到难过及流泪 但不知为何 编辑却是笑着把故事看完 有点恼羞的森川生气地提醒 这不是高校漫画哦 结果编辑笑着回说 主角的飞漆头发型 跟故事风格相差太大了 接着编辑补充了一句话 总之 你就开始画吧 然后就结束了 完全没有提供任何回馈或建议 本来组好觉悟即使会被批评的一无是处 也想听听专业人士评语的森川 当时整个傻眼问号 但也只能摸摸鼻子离开 结果过了大约一周后 森川突然接到了编辑部打来的电话 告诉他的作品 进入了MGP月历新人漫画赏的佳作候选名单中 当他亲眼看到获奖的名单发表在杂志上时 顿时开心到热泪盈眶 因为他终于梦寐以求的 能跟千叶社民老师在相同的杂志上发表作品 回想起了之前编辑的话语 总之 你就开始画吧 让激动之情难以冷却的森川 立刻投入到了下一部作品的创作中 而充满热情的森川势不可挡 第二部作品获得了新人赏的佳作候补 第三部作品则是新人赏的入选奖 即使他个性相当谦虚 但连续三次得奖 也不禁让他产生了 哎呦我好像有点厉害哦的想法 不过当他的第四部作品获得新人赏的准入选时 森川第一次收到了获奖新人作品的合集 当时他才首次看到了其他人的作品 也才惊讶的认知到原来同龄园的水平都相当高 大家都画得非常好 尤其是当时由山田桂名绘制的孤岛诊疗所 明明只是入选 却让森川了解到 仅仅只是入选就可以这么厉害 通过这次的契机 森川也了解到 得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自己还有很大很大的进步空间 重整心态的森川 透过编辑部的介绍 找到了担任助手的机会 从那时开始 森川便开始了一边读书 一边当助手 并且一边绘制自己的漫画的高中生活 可想而知 这种一心三用的生活超级辛苦 忙碌的生活经常让他喘不过气 不过幸好他是喜欢漫画的 在当助手的工作过程中 依然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与技巧 让他在疲惫的状态下 也能乐在其中 而在回到家后 森川也会不断地努力练习 即使整张原高纸 都被涂毁到没有空间 即使画了数百张纸 而感到手酸 都无法消磨他的性质 甚至因为抱持着 随时都能错学的觉悟 所以就算是在学校上课时 他也会偷偷拿出原稿和墨水来练习 毫不夸张地说 除了吃饭和睡觉外 森川几乎把所有的时间 都花费在画漫画这件事情上 同一时间 为了之后能应付高压高效率的连载生活 森川也定下了自我约束 以每15天左右的时间 去创作出大约30页的漫画作品 若能成为连载漫画家 森川认为 练习 练习 再练习 就是变强的博尔法门 只要认真绘制每一张原稿 就一定能更加进步 于是就这样在每天高压的忙碌之下 森川的高中生活过得非常快 中一时间就到了要毕业的时候 这时他也收到了编辑的通知 已经确定要练载了 但是比起开心 森川当初的情绪更多的是惊吓 因为在此之前 森川与编辑根本就没有讨论过这方面的话题 按照森川原本的计划 他是打算扎扎实实先当个十年助手 等到技术 经验 眼界都到位后 再去成为职业漫画家 但编辑的想法不一样 他认为森川的年轻才是本钱 应该趁着肝还新鲜 咳 或是说 应该趁着依然对事物抱持着 冲劲与热情的年纪 去抓住任何一个能连载的机会 被编辑说不成功的森川 并开始在当时刚创刊两年的月刊杂志 Magazine Special 展开了第一部连载作品 Shiroi Donai Do 虽然声音连载 但为了精进自己 他也一样同时一边继续做连载漫画家的助手 而当时的森川 完全没有考虑要取悦读者 只是一股脑的脉头创作 结果在提交第四话的原稿时 就被编辑告知 下一话就结束了 最终这部处女作 只连载的无话就惨遭腰斩 作品被腰斩 一般人可能会感到很沮丧 不过森川只觉得松了口气 毕竟他原本的计划是 十年助手养成之路 并且才年仅18岁 就能有连载经验 真的很了不起了 所以他完全没有理解到作品 被腰斩的含义 也因为如此 在第二部的连载 It's Now 以及第三次的连载 Signal Blue 都只失去了一小段时间 便面临了强制结束连载的命运 此时此刻 森川的心态才发生了改变 真正意识到 漫画家的工作并非画漫画 而是创造出能获得人籍的作品 就像职业棒球选手的责任 不是打棒球 而是赢得比赛一样 结果许多人籍漫画家 凭借着直觉与冲动来画漫画 但森川意识到这种方式并不适合他 他必须重新塑造出不一样的自己 并想办法将大家想看的漫画呈现在纸上 但连续三次的腰斩记录 对于一名漫画家来说 绝对是不可忽视的致命伤 即使认证构思新故事 也不禁会产生出 无论话什么 都会很快被腰斩的负面想法 面对有些灰心丧直的森川 森川的责任编辑对他说 不如试试看你最喜欢的拳击吧 事实上正如编辑所说 森川对于拳击相当有爱 喜欢的程度简直让他难以抗拒 不但相当了解拳击的规则及专业知识 也时不时会抽空去观看比赛 不过在此之前 森川完全没有考虑过拳击这个题材 甚至可以说是有意识的避开 正是因为自己所敬仰的亲业车敏老师 曾经画过以拳击为题材的漫画 《小拳王》 出于对偶像的尊敬 他不想在关公面前耍大刀 看见森川的犹豫 编辑下了一句狠话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的机会哦 当时森川才22岁 无论在人生还是业界中 都还只是个孩子 可想而知这句话的冲击 对他额言有多大 也因为如此 让他下定了决心 对编辑回答道 好吧 我试试看 三船万万没想到 这个起初让他百般不愿意 让他抗拒万分的妥协 居然让他成为了 实质意义上的职业漫画家 这部作品 在之后不但被誉为 拳击漫画的金字塔 更成为了 就看少年Magazin 历史里单行本卷述最多的漫画 在这部拳击漫画之中 虽然依然存在着 再遭遇强敌这种最常见的公式套路 却仍然让人无法自拔地持续看下去 其实没有超能力 依然热血沸腾 即使故事简单直白 依然鼓动人心 这部漫画并是 第一神拳 第一神拳是 三船让刺 创作的拳击题材格斗漫画 于989年4月 开始在周刊少年Magazin连载 至今人在连载中 讲述了经常遭到欺负的目指那一部 认识了拳击手 应存手 并顺势加入了拳击馆 作为一名拳击手 为了寻求何谓强大 通过与周遭伙伴的交流 与近敌门的战斗 而逐渐成长故事 本作以1990年代的 日本东京为背景 并聚焦于押川拳馆 作为故事展开的中心 国民地名及一些著名场所 基本上都是按照实际存在的名称命名 虽然属于格斗运动类作品 却不是一直安排让人审美疲劳的对战 而是在当中 穿插了拳击手与其他人之间的摩擦 并涉及了穷困、种族歧视、霸凌、环境污染等社会议题 不过最初的故事构想 其实与我们现在所收集的剧情路线完全不同 虽然当时森川决定画一部拳击漫画 但心中还是想要避免 跟千叶车名的小拳王做比较 所以森川想要避开职业拳击手的要素 改走业余路线 并且森川也花费了比以往更多的心力在创作上 最终这第一化的原稿 花费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才完成 而其中的罪魁祸我是说最大功成 就是森川的责任编辑 当时编辑的毅力简直让人叹为观止 在知道森川不想画职业拳击的故事后 便三不五十跑来试图说服森川 如果是职业拳击的话 我会全力支援的哦 不是职业拳击的话 得到连载的几率会很低哦 更是直接与带挑衅的问 你难道不想和小拳王一决胜负吗 尽管每次森川的回答都是no 编辑仍然不屈不挠地 一直询问他长达一年半之久 虽然不想和自己的偶像对决 但编辑所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 正因为如此 让森川在这一年半的时间内 时常彻夜不眠地待在讲坛社 反复不停修改原告 包括前后修改加起来的页数 甚至超过了一千页 在经历了好几次的内心纠葛 自我审问 加上编辑软硬监视的强力劝说后 才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本作最大的特征之一在于 剧情并不只有聚焦在主角拇指内一部身上 而是包括同伴及对手在内 所有配角的战斗都被细心且仔细地描绘出来 所有登场人物都是主角 是第一神拳的一大特征 在某次访谈中 当被问到 对于哪一位角色的表现最出乎你的预料时 森川表示 基本上是所有的角色 因为除了第一画中出现的一部 一部的母亲以及殷村 他其实完全没有事先设定过任何角色 其他的登场人物 都是随着剧情的推动自然而然出现的 但他们都为故事增添了不小可看之处 而虽然故事中登场的拳击馆及拳击手都是虚构的 但多数角色其实都影射了拳击历史中真实存在的选手形象 例如殷村手参考了WBC世界中量级拳击冠军罗伯特·杜兰 版元学参考了前日本超轻量级拳击冠军辅导学 而主角目之内部的形象则是以前WBA世界轻量级拳击冠军雷伊曼奇尼 混合了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重量拳击手之翼的麦克泰森 作为原型所创造出来的 虽然森川很希望创造出像是麦克泰森一样的角色 但老实说如果全部都这样设定 那比赛大概会在一拳下结束 在漫画中这样的故事情节自然也无法存在 而关于每一场比赛的对决 最开始时森川其实会先预设比赛的结果在作画 但后来则是改成了一边思考对手 他努力的动机是什么 在一边根据情节发展来创作 会做出这样的改变 是因为一步在打东日本新人王决赛时 森川试着把一步的对手画出来 并描绘出各自的训练过程 从陪同教练的角度去进行绘制后 这时森川才发现对手的压力更加庞大 并且所背负的事物更加沉重 这时他才意识到 啊 这样一步赢不了吧 所以主角一步最终才输了比赛 也因此第一神拳里的比赛不画到最后 就连作者森川本人也不知道结果 即使作画前会在脑海中进行模拟对战 从彼此的角度思考攻略法 但在比赛实际开始后 却会接连冒出更多不确定的可能性 造就了许多连作者本人都难以预料的发展 而第一神拳作为一部职业拳击漫画 最大限制之一便是全级雷塔的限制 所以森川在绘制画面时 最注重的便是要让读者容易理解 为了让读者能一目了然瞬息万变的赛况 森川有意识地采用了俯瞰的构图 透过从上方斜视雷塔的视角 让读者产生好像在看电视转播的错觉 虽然采用与电视相似的视角 但其实作品中的某些画面 甚至是比真人比赛还要更加震撼且充满力量感 为了让读者感受到张力 森川必须要在一张图中表现出连续的画面感 因此他不会选择参考照片 因为如果参考的是静态的照片 那画面最终也只会变得静态 但如果是影片的话就不一样了 森川能透过观看一系列的动作表现 来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 并且让读者产生同样的共鸣 同时容易理解的传达也十分重要 森川表示 漫画基本上就是在描绘读者未曾体验过的幻想 例如很多人可能没有亲身体验过 被狠狠揍过的感觉 你也无法透过漫画传达出被打的疼痛 但森川希望自己的作品至少能传达出 打出一发重拳是多么了不起的事 以及纵身跳入这个挑战中 是多么需要勇气的一件事 而作为创作漫画的重要元素之一 戏剧效果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环 没有铺陈就突然冒出来的角色 不管做了什么都很难让人有所共鸣 因此如何刻画关键长情之前的人物行动就很重要 例如主角一部 正是因为我们读者知道他为了学会轮摆式位移 投入了多少时间与心力在练习 所以当他成功打出这一拳时 才能产生出强烈的力量与感动 如果无法正确表达出他究竟有多努力 那读者自然也无法感受出这一拳的力道 以及背后代表的意义 可以说创造出好的角色故事 便是构成戏剧效果的重要元素 同时也能让读者感受到作品的温度 当然为了述说出有趣的故事 就必须得创造出好的角色 为了让角色更加真实 森川在创作角色时 会去思考证明角色是如何诞生的 包括他成长的家庭背景 以及目前的思考方式 并且森川会特别关注角色的细节反应 例如有人从后方打招呼时 一部会将整个身体转过来有礼貌的说 是的有什么事吗 而木村则会侧身转头 轻身回 嗯 轻木会耸着剑 嘟囔说 干嘛啦 而英寸大概会直接无视走调 这便是遭遇相同情境 但每个角色各自独特的反应 透过他们的动作以及回答 读者可以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也因此 森川能在第一神圈里 创造出各式各样有特色的角色 而作为一部少年将的格斗漫画 第一神圈当然也有很多扭转战局的必杀技 例如前面提到的轮摆石卫一 还有羚羊拳 闪击拳等等 对于没有在看拳击比赛的一般人来说 可能会觉得这是森川自创的名词 但其实这些都是货真价实存在的拳击招式 有趣的是 小有名气的警察拳击手山田大佑 便曾因为看了第一神圈受到启发 而决定在比赛中使出轮摆石卫一这个技巧 并且还在赛前通知森川说 老师 我要试试看 请你看着我 而当实际比赛时 山田的轮摆石卫一攻击 也确实命中了对手 这些技巧 远自于森川参考的前拳击冠军手们的比赛 才得以呈现在漫画中 但自己的粉丝 却因为看了漫画而投入练习 甚至实际使用于比赛中 这种另类的继承与循环 让森川感到非常有趣 也相当感动 第一神圈除了收获漫画读者的热爱外 也改变为电视动画 舞台剧 游戏等衍生作品 更鼓舞了许多人开始接触拳击 甚至是以拳击选手为目标的契机 即使是连载超过30年的现在 森川也依然非常享受拳击 除了热爱观看海内外的拳击比赛外 甚至还经营着一间名叫JB Sport全款的拳击馆 不但与知名拳击选手有着深厚的交情 更时常在周刊少年Magazine上 发表针对年轻选手的支持言论 而关于作品的结局 今年森川在社群平台上透露出 已经构思好了一步的结局 不过他也坦诚 过去的30几年之间 其实根本没有考虑过该如何完结 也不知道最终是否能实现 毕竟年轻时的连续三次腰斩经验 对内心造成的阴影太庞大 让森川时不时有种错觉 搞不好还剩三周就要被腰斩了 森川也说 他是一个不懂得如何取阅读者的作者 在许多低迷或不知所措的时刻 只能一直阅读千页彻迷老师的漫画 作为教科师来参考 每当完成新的一画时 自己也经常感到不太满意 但也因为如此 他才总是对于绘画仪式全力一步 虽然连载的生活非常辛苦 但最快乐的事情 就是被读者评价自己的作品很有趣 这不只是肯定更是一种救赎 身为一名漫画家的他 始终在追求何谓优秀的漫画这个问题 这也跟第一神拳中的何谓强大相互呼应 感到迷茫而不知所措的他 或许依然正在寻找着接他 但不可否认的是 第一神拳的确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 带给了我们许多梦想 许多感动 也让我们有了能够踏出一步的力量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其实森川老师的资料与故事蛮多都蛮有趣的 但考量到篇幅的原因 比较整理在生平与漫画的重点 像其实森浦老师也曾经当过森川老师的助手 这段故事之前也有说过非常有趣 也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那么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